山西黄河湖口瀑布 位于山西临焚市极限湖口镇 因为黄河奔流至此 两岸石壁俏丽 河口输入侠入湖口 不得名湖口瀑布 湖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它东宾山西临焚市极限 西林陕西沿岸是宜川县 伴随着瀑布 这里出现了一系列奇特的景致 水底冒烟 汉地行船 霓虹泻水 山菲海利 晴空洒雨 汉片惊雷 冰封倒挂 石里龙草等 水底冒烟 黄河入湖口处 湍流几下 激起的水 腾空而起 蒸云接天 似从水底冒出的滚滚浓烟 石树里外都渴望它 每秒1000立方米的河水 从20多米高的斗崖上轻筑而泻 形成千里黄河一湖收的气 水底冰